新年快樂 拿著玩具聽筒假裝醫生 吃粒吹波檔鬥吹波 抱著毛小公仔聊天 推著牛奶蜜出去走 種種片段交織而成的 就是今天我們眼中 既簡單又純真的童年往事 在哪里 以前的小朋友可以把小車當積木 積木當公仔, 發揮想像力 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遊戲 不過現在的小朋友 難得有時間玩遊戲也好 玩到的玩具 都是被電腦程式掃綑綁 沒辦法可以逃出這個框架 怎料以前玩公仔 還要替他們想對白, 想動作 不像現在的公仔一樣 這麼小就懂得說話 還要自己做反應 所以要啟發小朋友的創造力 就要多給你時間玩遊戲 而不是要讓你成為遊戲的部分 其實見到小朋友買到中藥玩具 又找到給他, 他真的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這間位於深水埗的玩具店 店舖開了五十多年 一開始只是賣紙責用品 後期看到文具和玩具有市場 所以兼營了這兩類貨品 現在各式各樣的玩具 放滿在店舖的門口, 琳琳滿目 雖然這間玩具店跟其他玩具店一樣 買的都是新式的玩具 但我們在這裡仍然找到 具有傳統特色的玩具 像我小時候也有玩過的小煮飯 小煮飯, 現在的小煮飯跟以前的 有什麼分別 以前的比較有金屬做, 有梯子做 現在進步了一些 用了一些塑膠 以及多一些卡通人物的元素 放進去 這個鍋子還有花 我以前玩的時候 通常只有一個鍋、一個碗 很少東西而已 現在的叉、碟, 還有砧板 我還找到最受男生歡迎的西瓜球 郭先生, 西瓜球跟以前好像沒什麼分別 沒有變過, 正經是香港製造 從以前到現在是這樣的 這個西瓜球的價錢是多少呢 原來一樣, 十五元, 沒變過 十五元, 沒變過 這個真的是整個西瓜的西瓜球 比較新款 是不是沙灘玻璃, 聽不聽 沙灘玻璃可以打氣 還有這個男女也很喜歡的竹蜻蜓 是 竹蜻蜓不是竹做的嗎 很乾淨, 用塑膠, 輕輕一點 和我的顏色很鮮艷 對…哄小朋友 小朋友喜歡色彩色的東西 這個就是另一種玩法的, 是嗎 新式的? 一推的 先試一下 好 雖然還可以找到傳統玩具 不過說得很賣, 始終都是新的玩具 小朋友玩的玩具 雖然很簡單 但如果你想好玩 就真的要花點心思 楊廣浩小時候喜歡玩玩具 長大之後就喜歡搜查玩具 他的收藏品有千件這麼多 看看這些, 單憑外表 未必可以猜到是怎樣玩的玩具 這個我想不說小朋友 一定不會猜不到是什麼 以為是沙灘水嗎? 不是 以為是… 泵 好, 你可以猜到這個 這個其實是水槍 水槍 如果要入水就這樣 把水放在這裡 然後入水後就這樣翻 好, 接著… 這個吸引小朋友 它可以動來動去就變聲 沒錯 像那些黑白 我以為是用木或竹造的玩具 比較難保存 所以後期就被鐵皮玩具取代 這個士多雅可以賣的 這個可以賣的 通常小朋友叫做迫巴士 可以這樣玩, 做聲 後期有很多造型 亦因為這樣令到最初地鐵… 不准拍票 就是因為它, 告訴你 地鐵, 你有沒有玩過票 對… 如果有票, 你就會… 這樣… 正確是由這個 鐵皮玩具 其實到後期開始有一些… 可以上演的 再下去就是這些 它開始用電的鐵皮玩具 嗯… 這個就是… 有些可以亮燈, 出煙 今天要尋找這些童年回憶 說易不易, 說難不難 來到上環摩托街 這間古董玩具店裡 就可以博博運氣了 下面的跑馬仔機真的是一個古董 是 即是後面的手把 就攪動了 是 但是那些馬仔 因為下面的跑道震動 是 所以有些會快, 有些會慢 沒錯, 還有就是那些雙人 把這些釘在跑道裡 用來卡住馬腳 等它走的時候… 走得不上 走得不太順 可以阻止馬行得快一點 一直走得慢一點 製造這個先後自在 簡單來說就是做馬腳 對, 沒錯 很多人都玩過煮飯仔 而這款鐵皮做的就是最經典的 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它們全都是揮密循環再造的 人們很聰明 就把廢鐵用來製成這種玩具 我忍若記得好像有玩過 這些小廚飯仔 對, 以前會看到街邊有牛奶蜜 他會把牛奶蜜撿出來 剪出來用來做這種玩具 可以廢物利用 而且可以減低它的成本 這就是失傳越谷的貨碎樓 這些古董玩具 是老闆從二十多年前開始慢慢收集的 至於價錢方面 老闆說是光顧才說的 現在來光顧客人通常是什麼類型 有些是想找自己以前見過、玩過 甚至有些是想用來收藏的, 也有 有想過用什麼方法 可以多謝人來看 或者當是香港歷史一部分 作為一個保育的一部分 唯有介紹多一點 告訴他們香港的玩具 當時生產了什麼 以及叫他們怎麼珍惜現在的東西 我們不要忘記 當年玩具業是香港主要的 四大工業之日 是的 其實當時我們香港出產很多玩具 然後分析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還非常有名 是 到了今天, 我們發覺 原來我們要反過來玩 外面人製造的玩具 是 其實這個改變也有點… 酸酸的 是 小朋友除了有得玩, 還要有得吃 這段是七十年代一間士多的片段 士多裡面擺放一大瓶一大瓶的糖果 有朱古力金幣 五顏綠色的果汁糖 還有它 就是這隻長條形的透明軟糖 咬下去煙煙韌韌 甚至有淡淡的橙花香味 這隻軟糖陪伴著 很多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 小朋友成長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糖 所以吃了就很興奮 爸爸媽媽也經常說 吃糖會蛀芽, 你知道嗎 我說, 姐姐 但是小時候有誰不喜歡吃糖的 這裡是牛頭角的工廠區 有不少工業大廈 在一棟四十多年的工業大廈裡面 原來有一間糖果廠 這間糖果廠 就是由芳生三兄弟聯手經營 由他們的爸爸在1960年創辦 五十年來出產無數本地製造的糖果 廠房現在看起來多有規模 但是原來三十多年前 還是一間位於旺角通菜街的山寨廠 跟當時雲雲眾多的糖果廠分庭抗禮 當時有的山寨廠有二、三十間 他們分佈很廣 有些在新界, 有些在九龍城 四處都有 當時做糖有很多種 有吹波糖、波板糖 那些多數都是用手做的 所以那段時間我們真的很忙 因為很多時候晚上我們都要加工 雖然現在糖果廠的糖 大部分都用機器製造 但有一種糖 這五十多年來都堅持用人手製造 這種就是軟糖 方先生, 軟糖的第一個步驟是怎樣做的 首先把糖和糖膠放在這個碗裡 比例是多少 四成糖、六成糖膠 軟糖的鎖這麼嚴硬 它們的口感主要靠一樣東西 方先生, 是甚麼 就是這些大菜絲 水滾了之後, 我會把糖倒進去 好, 試試看 可以… 這樣要煮多久? 大約煮半小時至九個小時 有甚麼技術要注意? 不要讓它黏住底 一黏住底就會焦 我開始嗅到酸酸甜甜的味道 這就是大菜的味道 當大菜完全煮用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放上剛才放好的糖 跟糖膠落鑊一起煮 方先生熟練地用手把糖膠 逐小逐小地加進去 之後跟大菜混合煮好 加上香料, 再讓它攤凍和凝固 現在到了軟糖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切糖 要靠這個武器 其實很重, 方先生, 麻煩你 對, 挺重的 對, 首先它這樣… 直線, 是嗎? 對, 不要歪的意思 可不可以讓我試試看 好, 你試試看 是否不用力了? 很輕手 很害怕 很大壓力 糟了…好像歪了 切完糖之後, 鋪上米籽 再放入爐道烘肝 要一天半才可以完成 新鮮出爐的軟糖 對 第一次吃 小心, 很熱的 可不可以嘗嘗嗎 你嘗嘗… 很熱的軟糖 而且它很嚼勁, 也黏著眼睛 而且它不是很甜 但它有果香味, 好吃… 現在軟糖除了本地市場之外 還外銷至內地和東南亞地區 生意十分穩定 過年的時候就更好 不過無論本地還是外銷 淡淡的果香味 幾十年來都沒變過 唯一有變的 只是小朋友對糖的態度 以前小朋友 是不是有糖吃已經很開心 是, 真的, 以前… 因為以前家庭比較… 人家比較貧窮 小朋友有糖吃已經很開心 現在小朋友的口味 起伏很大 待會就已經不喜歡 這些軟糖 小朋友吃到的只是甜味 不過對方生忌兄弟來說 軟糖還吻含了他們和爸爸 創業的一番心血 豈不是甜味這麼簡單 在單身獨子家庭還未成為主流的時候 香港的小朋友 習慣都是三五成群進行集體遊戲 譬如… 不好說 確実在就不會放不下 我會看到 那天 你們要做一些具體的事情 去杜絕以上的可能性 令我們的小朋友和玩、和食 和毒品無關的東西 我不是跟你說笑 你好 小朋友歡天喜地 去到士多挑選零食 很香 很香 對於一個小朋友來說 士多是一個食物寶藏 裡面的食物五花百門 真是很想放進口 這間位於九龍城的士多 1956年開業 經營超過半世紀 老闆黃先生從年輕做到老 看著士多的興衰 一放學的學生就排隊去買東西吃 對, 還有糖、零食、餅乾等多 麵包也有 當時士多有多少人手? 都是幾個 我們頭頭最多的時候 有三位士多, 八位 有八位? 八位, 我們送貨 我們接訂單, 打電話來 汽水也可以, 游去 士多有很多零食賣 最受歡迎的會放在前面 小朋友一眼就看到 這就是每個士多都必然會有的水櫃 對, 讓我打開來看看 看看 為什麼這麼多是膠瓶? 玻璃瓶回來也很少 對, 現在人們很方便 以前是怎樣開這些玻璃瓶的? 以前在這個位置 按著這個位置, 打開了 漂亮嗎?動不動嗎? 特別有氣 那就好 有什麼人會特別喜歡玻璃瓶汽水? 姜大偉先生, 他喜歡喝玻璃瓶汽水 他看這個玻璃瓶足夠原理 所以他駕駛的車都要買玻璃瓶 同時有打球的, 打到周身旱的 走進來, 又是喝玻璃瓶汽水 八十年代之前 幾乎都是玻璃瓶汽水的世界 不過有不少品牌已經消失了 珠江汽水是香港六、七十年代 在士多最好賣的汽水之一 因為當時如果是普通汽水 就要兩毫子回瓶 不需要按瓶, 只要三毫子瓶 直接就這樣拿回家裡用就可以了 雖然是好賣的 但因為它的膠紙 很容易掉出來塞水櫃 所以很多士多的老闆 都不太喜歡賣它 來自大陸的還有白雲汽水 原來母公司同樣是珠江汽水廠 那種像藥水的沙士味道, 真是很難忘 這隻叫做Bubble Up 中文叫做百寶汽水 它是檸檬水 綠色主要是減低陽光 射進去裡面造成化學作用 是一間香港大藥房代理的 它在1958年入香港 另外一種很好賣的汽水就是大銅 它價錢便宜 其他汽水也要兩毫子或三毫子以上 它只是買一毫半紙之一 那些小朋友都很喜歡賣它 士多確實勾起不少人的回憶 兒童節目金牌主持譚玉英 小時候經常流年士多 士多裡面通常被女生選什麼買來吃 我一定買朱古力 哪一種朱古力才有 我真的要形容一下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看不到這些朱古力牌 朱古力沒有牌子的 就是兩顆朱古力貼上一塊 放在一個瓶裡,就是一塊朱古力 你買了一定要買一塊,一塊有兩顆 不能夠買三顆,不能夠買一顆 一定要買兩顆,一塊 是不是一個大的玻璃瓶 有金屬蓋 是… 小朋友最喜歡吃甜的東西 所以除了朱古力之外 當年譚玉英對一種糖 更加情有獨鍾 我以前吃得最多都是波板糖 最好我吃完之後會拿一張紙 那些粒粒的紙,不會黏的 吃完吃完就放進冰箱裡就可以了 可以吃一個月也行 對,因為你吃不了那麼多 吃完買一個波板糖很開心 好,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種就是孖條 孖條,如果你獨自吃 你不知道選哪一種 我先吃一口,永遠追不上它溶化速度 然後弄得牠整隻手都是 孖條對我來說,那個印象很深刻 對,你說孖條也是很深刻 因為我有五兄弟姐妹 我跟分享,譬如我吃橙汁味 你吃芒果味,大家可以有兩種味道 還有一個妹妹也吃 很開心 你兩條孖條分了四條 不,我跟兩個,譬如我跟妹妹分享 你吃芒果,我吃橙 大家分享,我就有芒果又橙 一間舊式士多,擺滿各樣的零食 你會否停一停,尋找兒時的味道呢? 至於很多在80年代成長的小孩 經過這些店舖,一定會被牠吸引 牠們就是機舖 這間位於荃灣的電子遊戲機中心 擺放了超過60部新款的遊戲機 跟現存大部分的機舖一樣 牠們都經過搬遷和翻身 所以面貌跟以前有很大分別 不過,原來牠也是第一批 在香港開業的遊戲機舖之一 香港遊戲機,高崗期的時候 剛過不到一千大關 什麼叫一千大關? 有900多間遊戲機中心 那時候應該是80年代中期吧? 82年 這些這麼大刺激的電子遊戲機 造成的吸引力有多大呢? 是人都想玩玩的 會不會有排隊的情況? 有… 人多的時候要排隊 唱錢,你要幾個人幫牠唱 這些就是曾經令我們 花不少錢的遊戲機 它原本是在日本 70年代尾開始流行的 後來80年代引入香港 這份19810的報紙裡也有提到 第一代的遊戲機就是這款桌面機 顧名思義,它的樣子直至一張桌 手掣在下面 打遊戲的人還要蹲著頭向前面 才能看到螢幕 這張就是當年日本代理商的 街機宣傳單張 裡面陳列了幾十款桌面機 當年桌面機的賣點就是 兩個人可以一人坐一邊對打 而最早期的街機遊戲就是 太空侵略者 太空侵略者俗稱打怪獸 將一排排飛下來的怪獸打倒它 很刺激 當年風魔一時 還有這款經典的賽車遊戲 當然少不了吃鬼 香港政府在1982年的時候 已經立法規定 16歲以下和穿校服的學生 是不可以進入遊戲機中心的 不過當然有人例外 那些年輕人有什麼奇招 如何特圍扮不提年輕人進來玩 拿了哥哥的身分證 他一放學就除了… 導用他人身分證 除了一件校服, 塞進書包 逆裝, 還有什麼奇招 導用他人身分證的文件 僑裝逆裝逆裝 對 有時候他說我夠年齡 出不來 我們說你沒有身分證 我們不讓你進入 他就站在一旁, 偷偷地進去 總之在你不拆過的期間 就輸進來 不過隨著網巴的興起 和電子遊戲變得多元化 機舖昔日長期爆滿的光景 已經成為歷史了 全港的機舖 由高峰期九百多間 萎縮到現在的三百多間 我想他一定會有一些代替品 所有的遊戲機都要跟著路走 看看日本那邊創新的有什麼 不過我覺得就算在家裡玩 網上遊戲或家用遊戲也好 是不及來到遊戲中心… 代替不到 有一個氣氛 對 有對手 對… 有交流 對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很幸福 爸爸媽媽買了很多玩具給他們玩 還要又漂亮又新 不像我以前那樣 連楊娃娃也要跟姐姐爭 乖女兒, 其實你幸福很多 你藉著這些小爭執 可以學會跟別人相處 發揮出社交技巧 從中可以培育出 接納和包容這些美德 而這些就是跟別人一起遊戲的 好處和意義 究竟是誰創造出蜂魔不少少男少女 的水手裝校服呢? 拆讀、建教 社會這幾科科目讀什麼呢? 傳統文具花款一樣多多 我的學生時代, 下回分解 字幕公開 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